我們持續要關心到的 就是這一次的康瑞颱風 目前我們看到 它的外圍環流 是逐漸要靠近台灣了 目前施雨量最多的地方 是在陽明山上 是有這個21毫米 另外就是在新北的萬里 也是有23毫米的 所以現在目前的降雨 都還是以北部居多 但是隨著它的暴風圈 逐漸靠近之後 包含它的外圍環流 會先影響到我們 這個東半部地區的雨 就會開始明顯起來了 所以我們要透過前施預測圖 帶你了解到這一次康瑞颱風 它到底影響我們的時間點是什麼 其實目前來說海陸景起發 海上警報就是包含了 這個東半部地區 巴士海峽 台灣海峽的海面 另外是在陸景方面 就是在花蓮 台東 屏東 還有就是要特別注意到 恆春半島的部分 好 所以現在康瑞颱風 它是距離RMB 東南方是480公里 也確實在今天8點半的時候 它是已經增強為 是一個強烈颱風 那預期它靠近我們 開始清洗我們的時候 也會是以一個強烈颱風的 強度在影響 所以它靠近的時候 可以看到它的速度 是15轉20公里 其實最主要它就是受到 太平洋高壓的引導 而且這個引導氣流 是越來越明顯 它之後的速度 才會從15再稍稍的加快 變成20公里 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到的 就是它的暴風圈半徑 是有300公里 所以這一次其實 因為它的中心是會登陸的 所以這個風要特別注意 我們要來看看這個風力預估 而且現在是也有發 陸上強風特報 最主要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天 月晚的時候 整個風跟雨都是會增強的 包含了在蘭嶼 綠島 澎湖 是會有11到12級的強震風 而且其實在蘭嶼 我們有觀測到 已經有14級的強震風 包含了綠島 還有澎湖 也都有11級的強震風 中部地區 苗栗 還有彰化目前 也是有10級的強震風 需要特別提醒到了 其實現在整個台灣的風勢 都是相當的明顯 明天就會是這個康瑞颱風 影響我們最為劇烈的時候 而且它的暴風圈 其實預計來說 它會在明天2點左右 中午2點左右的時候登陸 所以它登陸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它暴風圈 近中心風速相當強 是有51 每秒51公尺的 所以在明天來說 颱風最接近我們 各個沿海地區的領島 都會有至少9到12級的強震風 所以我們才要特別提醒了 這一次跟風 還有雨 都是會相當的明顯 相當的劇烈 另外還要關心到的就是降雨了 這個降雨其實要提醒到 包含了像是這個北部地區 尤其是在宜蘭 還有花蓮地區也要特別注意 都是有可能 是會有好大雨的狀況 像是在今天的時候 隨著颱風越來越靠近了 整個雨都會明顯起來 整個降雨的部分 就會是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像是在花蓮的山區 宜蘭的山區 另外在北北基 也是會相當明顯 那麼在明天 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來說 會是康瑞颱風 影響我們的時間 是最劇烈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東半部地區不排除是會有好雨的狀況 那麼在這個西半部地區 同樣也是會有雨的 只不過東半部地區 它整個降雨的狀況 都是會比較持續 而且不排除是會有大雨 間歇性的大雨 而且會是有這種強降雨的情況 星期五白天過後 颱風遠離 但是西半部地區 都還是會一些局部的降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入夜之後 這個影響是越來越明顯 明天會是最為劇烈的時候 要顏防戒備 這把時間交換給家婉